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亚米奇斯,奈利的好伙伴 昨天,可怜的小托被奈利也去看了星军队伍 看完回来时,她特别伤心 觉得自己这辈子不会有希望当兵了 奈利很瘦,脸色发黄 她是个好孩子,而且学习特别刻苦 她的母亲个子不高,总是围一条黑色的围裙 每天晚上,她都会去学校接奈利放学回家 她总是担心奈利,害怕奈利在路上出现什么差错 一开始,很多人都欺负奈利 他们争相拿尺子敲打奈利的后背 然而,奈利从来不反抗,也没告诉过母亲 因为她怕母亲知道了,会感到伤心难过 可是,大家仍然不断地取笑她 她就只好趴在桌子上哭 有一天,卡龙说 以后,谁再敢欺负奈利,我就揍她 弗兰蒂就被卡龙揍了 因为她不听卡龙的告诫 这之后,就没有人敢欺负奈利了 于是,老师就让奈利和卡龙坐在一起 两个人很快成了要好的朋友 奈利每天一踏进教室 就会马上看看卡龙来没有 放学回家时,也一定要说一句 卡龙再见 卡龙对奈利也是一样 如果奈利的钢笔和书掉在地上 卡龙会马上替奈利捡起来 她还常常帮助奈利装书包 或帮她穿外套 奈利喜欢卡龙 总是不由自主地去瞧卡龙 每当老师表扬卡龙 奈利就像自己受到表扬一样 由衷地感到高兴 后来,奈利终于把别人欺负自己的事情告诉了母亲 还告诉了她和卡龙的事 正因为这样,今天早晨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下课前半小时,我在校长办公室 给她送课程表的时候 一位穿着黑衣的女人走了进来 她就是奈利的母亲 她问道 校长先生 我儿子奈利的班上 是不是有一个叫卡龙的孩子 是的 校长回答说 对不起 能不能把那孩子叫到这里 我有一句话想对他说 校长就让秦杂工找来了卡龙 不一会儿 卡龙就出现在了门口 一看见他 那个妇人就立刻跑过去 双手放在卡龙的两肩上 一边亲吻他 一边说 就是你吗 卡龙 我儿子的好朋友 就是你吗 就是你 说着 他急急忙忙的在口袋和手提包里找着什么 可是 最后他什么也没有找到 于是 他就从自己的脖子上摘下一个挂着小十字架的项链 把它带到卡龙的脖子上 他边带边说 请把这个拿去吧 可爱的孩子 就当我给你的纪念品吧 谢谢你